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斗倒高富帅的成果 你可以看几张照片 你看这是今天了 今天高考 这是某地敲锣打鼓 送考生进考场 人山人海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这是某地 中原大佛欢迎考生 临时报国表 祈祷了 好运在此一举 你再看第三张 这里边有气节了 考过高富帅 战胜官二代 这是平民子弟 唯一的希望 干掉他们的希望 而且你知道 我今天来的时候 门口看见 我觉得现在这个家长 全是挤的都是家长 然后家长还拿着摄像机 往里这么拍 甚至有的家长 堵在大门口那 不让汽车过 说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影响我孩子 在里面考试 你说 每年都这样 每年都这样 今年不过还有 说把一个宾馆包下来 一包下来 就打掉瓶之前复习 要打掉瓶里面 营养物质 氨基酸 氨基酸 高压养仓 就搞这个 这个小孩进考场 那个片子 回家放在书柜上 上面有个行标题 一个天才的诞生 这是小帅他们的干活 我跟你说 但是今年考生惊魂了 今年是最严的一次 今年最严的一次 教育部说了 这次是 只要把这玩意带入考场 当场就是都视为作弊 不管你是开机 还是没开机 根本不准带手机 而且呢 跟乔布斯过不去 这个各地都不一样 广东禁止携带 就喝水的杯子 不能带不透明的 必须透明的 江苏规定 不能带任何金属物品 手表也不能带 上海是怎么着 你看上海人家鸡贼的 上海市把高考试卷的交接 分发全过程 用这个录像监控头 360度 无死角 这个录像每六小时 还回放一遍 你知道吗 更有甚者 湖北只准考生 带身份证和准考证 进入考场 其他什么都不准带 笔什么的 里面文具统一配发 被称为裸考 真的裸考 史上最严就这一次 哪里啊 史上好好连了 好像每年都是这样 我们现在的考试的整个监督制度 比起以前的考试差多了 你说中举的时候 对 鲁迅的祖父 就是因为稍微泄露一点东西 等于死刑 杀头 那个是鲁迅前家 就这样败落下来 现在对于这种泄露之类的惩罚 远远不如我们过去的 我们的科举制度的时候 你还想杀人不证 这泄露国家机密罪 其实是 这个考题不就国家机密 这牵涉多少人的命运 整个 所以你看当年孙中山搞武权宪法 所以你看中国也有他的特殊性 他当时这个设计 就对考试是多么重置 专门有一个院 就叫考试院 我最近还接待了台湾的考试委员 何继鹏 他就是 他大学教授吧 他做了一个考试委员 他的地位就非常高了 因为他的考试跟立法局 行政局 行政院 立法院是平级的 所以他等于是领导人了 但他就负责出考试 监督人家考试的 小帅你们当年挺风流吧 不是挺风光吧 你们是艺术类 就是我就算是算是逃过这个 数学可以零分 但是也考 这也考 对啊 就是这个画画 就是这点撰片 要不然我是树里画 是一塌糊涂 当时就绕过了这关 然后我们就就做呢 一帮人做呢 都说好了 就是到了数学题就不答 就一概不答 后来我们还有一同学 好像心谈 那小女孩 悄悄的还打了个十分 后来爸 他说你这打了 感觉张艺某也是这么进去的 不我当他怎么考的 反正我们就是一概不答 然后就交个都交白卷 大家一视同仁 这方面都数学是零分这么进去的 要不然不可能 像我们这 他其实这种差异啊 每个人的差异 一到高考的时候就会慢慢显出来了 小学还可以 后来中国导演没文化了 没没 没没说的就是我 没错 开玩笑 开玩笑 没有没没 数学虽然得零分 但是后来变成大万啊 钱都赚的挺多的 确实他有差异化 因为我是从小学 其实我的感觉很恐惧 其实高考是挺恐惧的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特长 去考一个特长的部门 能够绕开这个数理环境 愣上的话 有些人就有差异 我是到了小学毕业 进入初中以后 什么开始开根号啊 或者那种稍微难一点的 什么解什么 哎呦 那就完了 那就根本就脑子一块 一片江湖 那要是一直走下去到高考 那肯定 肯定不行 今年好像是900多万 915万 我可能记错了 就900多万进考场 但是你知道 今年他们就得说一个 我也是觉得 对我点干嘛 就是就说这个家长啊 我怎么记得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 就是带这个盒饭嘛 中午吃个盒饭嘛 对吗 家长做了就去考了 至于的吗 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 说什么药能让人吃了聪明的 而且他是高考 他是考试 他又不是登西马拉雅 登不登朱姆兰瓦 他不是什么体力活 你说 现在有点有点急了 现在就应试教育 还有这种成功学啊 真是把人弄急了 弄急了 成功学 疯了 我觉得这些家长 家长的条件也好了 以前孩子多 条件没那么好 是你考试 考不考 那有什么办法 现在而且 的确很关键啊 你这一轮很重要啊 他这个筛选等于是人的分流啊 这现在我们的学生啊 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 高考就是把他们分流啊 你这一轮到了上面一条线 下面一条线 后来就差得非常远 后来就差了 像现在的城市交通啊 什么送一下到学校可以 然后或者是回去了 或者是靠完再来 那种急的劲儿 我看不得了 家长的急劲儿了 现在我那时候考 那个时候我15岁吧 就就来考这两美元附中 那个时候也是 那我是从武汉 我自己过来的15岁 就我父亲说 走自己走 男子汉了就不送 就连连那个出家门 连火车案都没送 后来我妈偷偷跑出来 给我送到火车站 我那时候我觉得 父亲那么残忍啊 他就走自己扫地 赶走吧 然后15岁到北京 一个人考试 考完试一个人回来 但是有个亲戚如此而已 但这也是够可以的 一个人啊 15岁啊 其实好像那个时候 孩子都挺能闯 而且就是就自己考去嘛 就甚至你像我我父亲 那就是更早以前了 那个时候 他说他那个时候 从山东到天津啊 他一天考了好几个学校 他从冬村来啊 考中学 他还是考什么南开啊 就考考考 我一下可以考七八个 你愿考你就去考 最后哪个取你 你就上哪个 现在有点弄坏了 还有很多现在考国外的 一些学校都找中介 这个很 其实很在某种意义上 很不像话 就是但是据说 但是据说现在很普遍 今年比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 少了十八万 然后说近几年来吧 总共少了三百万 说为什么呢 放弃高考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就是选择到国外 去上大学 就参加国外了 那理论上 你要出去读书 你就得自己填表申请啊 写各种各样的推荐啊 等等 他们嫌这个麻烦 就花钱 就有人给你专门来处理这些 因为他找国外的这套制度 他跟你搞得都一模 怪不得我们收到的很多申请 都差不多的 徐老师现在这个是香港 一套语文教材的主编呢 对对 香港也有高考吗 香港当然有 也是都高考 而且香港今年非常关键 它是三改四 原来香港的大学是三年制的 从今年开始改成四年制 然后中学就减少了一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非常大的变动 那个昨天这个这个人民日报 打电话说要采访我 你说多光荣啊 这党报第一次采访我 人民日报 采访我 原来讲什么 就是讲今天的这个高考题 高考题 然后就传过 你们看到今天的题目了 哎呀你给我说说 全国卷 一个叫 放下顾虑 另外一个叫 船主跟七公 我这个实在看不懂 我看完了以后 我就困惑得要命了 我读给你们听听 他那个考题是这样说 船主让七公给船 七公是谁啊 七七刷七 给船涂七 七公涂好船后 顺便将漏洞补好了 过了不久 船主给七公送了一大笔钱 七公说 工钱已给过了 船主说 这是感谢补漏洞的钱 七公说 这是顺便补的 船主说 当得知我的孩子们 驾海 驾船出海 我就知道他们回不来了 现在他们却平安归来了 所以我感谢你 考生根据材料 字你题目 写八百字作文 啊 就今天的考题 咱们逻辑上还没说过来呢 刚才我对这个 碧峰 读我们编辑厅的时候 碧峰第一反应说 那船主想杀掉他儿子吗 没错 这个还是 这个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解释了 这个小题目 这是行政学校的考考 他去一下广告再解释解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这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风花雪月 白衣飘飘 他为何轻轻地来 又缘何轻轻地走 一代青年的迷茫羽求索 二十年来有关光阴的故事 一同归宿校园民谣的起落城府 寻找一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青芒 校园民谣再回首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徐老师给分析们一些作文题 我这个题目搞不懂 我觉得这里边有好多 是哪儿的 它好像各省 全国的 全国统一 就这道题目 全国的 它的 我最合理的解释 我们不说这个父亲要谋杀小孩 就是说 这个父亲知不知道有这个洞呢 如果说他不知道有这个洞 他怎么会知道他补过这个洞 对不对 那就这个不成立了 他知道有这个洞 他怎么会让孩子再出海呢 这不是把孩子要送死吗 他知道七宫补好了 他知道七宫补好了 但是他为什么还跑来说 孩子出去 我以为他们回不来了呢 我以为他们回不来 就是以为这个船 我就看你这个 我就看你这七宫 能不能救我这孩子 我不管这个题目出的怎么样 我的问题是 假如我是考生 我今天上午 我对这个题目有疑问了 我要是也来反潮流一下 我质疑这个考题 我会不会有分数呢 我马上就得想到这样的问题了 因为学生看到这么一个题目 头晕了 绝对的 我跟你说 要叫我可以就此写一篇 声讨教育部的习文 在今天这么开明的社会下 没准能给我高分 但问题是没分 最后就是还是你可能出名了 你可能出名了 你可能但是分没有 肯定的 那个是没分 但是问题是你可以合理的质疑吧 我在想 比方说这个题目出的时候 你可以 那个考生就会这样说 船主到底知不知道有这个洞呢 他说如果他知道有这个洞的话 他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呢 我们作为他的小孩 我们坐这个船 等等等等 我再 见年头 难死这个靠谱的人 再给你们看看这几条 因为他们人民日报的意思 叫我比较一下这个 中国内地的考题 各地的 跟香港的教育制度 这个考题我发现 中国真是文化大国 有些考题特别难 我给你看看 比方说四川的考题 手握一滴水 辽宁叫大隐隐于乐 这是不是脑筋鸡软弯 这不是脑筋鸡软弯 也可能是人家在现在的这个学校教育的时候 都说过类似这种事 人家就出了 天津两条鱼在河里游泳 两条鱼在河里游泳 两条鱼 这是作文的题目 这事不大 这事不大 然后 那个 还有那个丢掉顾虑那条 这个照理说很好写的 放条 但他举的例子也非常好笑 说一个妈妈在田里擦秧 小孩挑了秧苗过来 然后他不敢走了 因为你滑 妈妈说把鞋子脱掉 裤脚给卷起来 你就敢下来了吗 好 这个女儿下来就行 你看丢掉顾虑事情就好办 啊 裤子就是顾虑 这个题目 这么教育女孩不太好吧 肯定没种过田 因为我种过田的人知道 没有人穿鞋子到田里去的 根本压根不会挑了 不是 关键是 你也不能拿这个来当一个丢掉顾虑的一个范例 对啊 对很好的一个题目 他那个范文宝 他不知道 但是他们要我比较一下香港的题目 我发现香港的题目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 你能不能看看 05年呢 他是长文 两个题目 第一是排队 第二个题目 第二次 那个08年 第一个题目叫 不会再穿上的衣服 第二个题目叫 跌倒的一刻 好 然后09年那两个我特别欣赏 第一个叫那眼睛在看着我们 那眼睛在看着我们 有点味道 那眼睛在看着我们 就有想象力 你可以上头的眼睛 你可以是监视器 你可以是父母的眼睛 你可以是把 什么都可以 第二条 我特别欣赏这个题目 叫密码失效 哦 密码失效 这会忘了 我为什么说他这个题目好呢 因为他这个题目就是说 他可以很写实 但是也可以很抽象 对 考试吧 不是考天才的 大学语文考试的基本出发点 不是 我们只是进一个初步的人才选拔 对不对 不是考天才 你要让很实在 很没想象的 也能讲出一个故事 没错 你也能让有诗情画意的人 又有发挥 所以密码写实 你回到家里 你上网 你打不开了 电脑打不开了 这么很简单的问题 你这个傻乎乎的同学 也可以说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问呢 也可以写成一篇作物 就是啊 出题不是埋坑 对 咱们可能有点 你这个传组 陷害人考生 对吧 给你挖一坑 你能不能掉下去 但我现在看了 网上说 有些那个考题 它都是分配的出题 所以最后出题 那个人很可能 不是某个教授 很可能是一个 老师的实习 或者就那样 他一层层分 你出这波 你出这波 所以有些提出了 不见得谁 不见得谁 你都跟他出 也不见得谁 是你指令 说要出这个大概的意思 结果呢 就像副导演 执行导演 最后谁出 你不浪 但是考是几百万人考 对啊 这个才是个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个考题 应该是让人家 从第一阶到第九阶 都有阶梯 对对对 你看看上海那考题 那就是很难上的 它那个题目叫 人们对自己心灵中 闪祸的威光 往往会将他舍弃 只因为这是自己的东西 而从天才的作品 人们却认出了 曾被自己舍弃的威光 我怎么觉得这有点逻辑错乱啊 对 有点错乱 这个啊 这个是一个散文 写得很高深 可以写得 可以写得很文艺 但是 你像威光 这都是形容词啊 对不对 这到底是威弱的灯光呢 还是 一种一种 就是说这些题目 很文艺强 我觉得就是太文艺强 这我个人的感受啊 当然 看人挑担不出力 也许出题目的人很辛苦了 因为你知道考题是非常难 他最后 出考题容易啊 改考卷难啊 你知道 改考卷是非常麻烦 它是大规模的机械操作 但是 就说正是因为非常难啊 他是不是想太多了 我现在想这种可能性 比如说是船 没有 有窟窿 有气功给补了 补了 我就知道我这孩子出去能补回来 你看你给我补 哎 他 这是一种 有模式 你想他这个思维方式 这已经两互相在 一个考试 你不在考试了 老师的考试制斗 就说你 你是不是压我这个逻辑 你压我逻辑 我给你反 我给弄你想象不出逻辑 对对对 他是 玩这个东西 对啊 2011年香港的另外两个考题 是一个叫照镜子 还有个叫奇妙的时间表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对 我跟你说 这就像我们话题一样 你说这个嘉宾 哎呀 一下子就开出一个世界 觉得每个人都能有所想象 这才叫正正经事 这个有点 心灵重 曾经舍弃的微光 而且考试 不管怎么才十八九岁的孩子 对吧 你至少这样的话 都明白 高低 就像一分到九分 都可以去探讨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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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嘉宾这个学生 假如说对物理特别感兴趣的话 他可以说 镜子有不同的大小 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颜色 他可以写十一大篇 一家的镜子是怎么样 什么什么镜子怎么样 对不对 数学 感兴趣的可以对此寸讲一大堆 文学的人说镜子 张爱玲的镜子造出来 王尔德里边 这个镜子里边造出自己另一个灵魂 这应该有不同的阶梯 哎呦 我刚才就想这个 这个补传的这个 还过不来 我想 我想如果我 如果我写的话 我觉得我就只写一句话 见过不靠谱的 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 给我零分 请给我零分 三角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十六年的准备与等待近七亿元新台币的投资 数百位工作人员长达十个月的拍摄努力 史诗巨制 赛德克巴莱终于完成 专访导演魏德胜 全面解读作品 分享影片背后的故事 完美与梦想徒刑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船长千年量造工艺 历尽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幻 红花郎 香港的考作文呢 它除了长文以外 它还有一个叫片段写作 这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借鉴 它除了长文以外 它的片段写作就是很短的题目 比方说它一个题目叫 零至九 与自己心情的关系 还有一个叫老人打瞌睡的动作与神情 它让你写非常薄 这像素描 好 一百两百字 对对对 很实在的 长文 眼镜 短文呢 具体刻画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就这样 其实 这样是不是给学生多一点 而且这更锻炼写作技能 我觉得 就你写出一个吝啬的人 写出一个狡猾的人 像打瞌睡 就它让你就是让孩子注意观察生活 平时的细节 让你的心门沉下来 而不至于一天到飘着 这种小速写特别好 形容以下两种 其中两种笑 大笑 微笑 冷笑 多好玩 这真是啊 不一样 学老师你这一提供 我就真是给我们上了一课 对对 就支持咱们那个 这个 当然香港的教育 有香港很多问题 这个总体来说 语文教育是 北京上还比较好 是今天考这个语文是吗 对对 所以今天为了这个洞 想不通的人多得很 没错 没错 我觉得 我们强烈的考虑 考虑上接了个洞 没错 那些学生明天还接着考 今天晚上都在想那个洞 什么啥时候补的 我估计很多学生 就为这个洞摧毁了 明天也惨了 看看有没有最好的范文 出来看看 考的最好的 怎么能把它弄好 真是有意思啊 我觉得你这么一说香港的这个题啊 我又觉得出题是件很容易的事 其实看我们那个题啊 你觉得啊 正常人还想不出来 你知道吗 他一般人很难 就是刚才说他叫 他就你怎么会把他较劲 基本上 我觉得香港那个好的题就是说 他可以具象 可以抽象 他可以是实实在在讲一件事情 而且是我经历 好像是为人在出这个题 你看每个题目都好像每个人 你的小孩子 然后你去发过你的想象 用你的人去观察 很人道很人性 我们这是脱离了 给你弄一个概念 那个什么 结果脱离的最最基本的东西 然后去 在你的题目里去绕你的意思 然后再去弄我们的 我们的题是两者分开 有的抽象 有的 我刚才说手中一滴水 这个是 这个是 那你说这个抽象 也是抽象 就很具体啊 一滴水啊 但是那个有些很具体 比方说什么 梯子不用的时候 请横着放 就是这什么什么 包括 但是那个传组跟游气空 我跟你说 怪不得张铁生当年交白卷 在中国出的题啊 真的让人一个字 你都写不出来 他现在也想不出来 怎么写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